今天繼續來到2021年DSCMC解卷的第四十五條 最後一條 通常都不用太多算數去送分給你 這條又不算太難 它就混合了等差數列和離差量度這兩課書 它就說現在有個等差數列的第N項叫做TN 所以它有兩堆數 第一堆數是由T1到T49 即是說等差數列的頭四十九個項就在這裏 第二堆數是由T51到T99 由51到99究竟有多少項呢 我們這樣可以計算 99-51的差距是48 如果差距是48代表項數是49項 即是項數會多1 為甚麼呢?我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例如你1 2 3 3個數 3同1的差距是2 對 差距是2 即是差距是2 那這裏就有三個數 所以就是差距是2 其實數目是有三個 即是會給差距多1的數目 所以這裏差距是48 代表著其實它也有49個項目 就是這樣 好 看看它問甚麼 第一句它就說 本身的中位數 是會少於後面的中位數 即是1-49的中位數 是會少於51-99的中位數 那問題是否正確 這個只可以說是有機會正確 因為一個等差數列 它的數值是可以遞增 亦可以遞減 即是說第51-99項 那些數是可以小於 第1至第49項 都不定的 所以等差數列是不保證 你是越後的項 那個數值就會越大 是不保證的 有機會而已 但是不保證 所以第一句 在必為正確的狀態下 它就錯了 它是可能正確 但是它不是必為正確 好 接著第二句 它就是在問 那個分佈域 分佈域 這堆和這堆的分佈域 究竟是否相等 是的 是的 因為第49項和第1項之間 其實它們中間是有48個公差 我們學術少少 用一個名字叫公差 接著99項和第51項之間 其實都是相距了48個公差 所以其實公差是一樣的 第二句是對的 可能你會說 剛才你說的 它不一定是遞真 它可以遞減 是的 如果它遞減 這裏有遞減 這裏有遞減 如果它遞真 這裏有遞真 這裏有遞真 所以它的方向會一致 是不可能發生一個情況 就是這堆東西正在遞真 但這堆東西正在遞減 是不可能發生這件事 所以它們的方向是一致 這個第二個分佈 對 第三個就是那個方差 方差其實就是標準差 而標準差就是 那些數據分得有多離散 即是我們不說數息 純粹由concept著手 就是那堆數據分得有多散 你想像一下這兩堆數 首先它們的數目是一樣的 而它們是處於同一個等差數列裡面 也就是說它們行與行之間的差距是一樣的 數值不一樣 但是差距是一樣的 所以它們離散的程度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第三句 其實是等於先對 哪邊大過哪邊都不對 所以這個是錯了 最後只有第二句對 答案自然就是B 好 我們解完這個2021年的 MC解卷的影片 之後還有其他公開試解卷的影片 又或者有其他DSE數學科教學的影片 又或者有其他升學的影片 那如果你是中學生 無論你是哪個年級都好 你想接收以上這幾方面的資訊 就記得留意我的YouTube Channel 最好就Subscribe了 然後按一下小鐘 就是這樣 好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